是不是歷史事件重演 剛才瑞德哥特別提到說 2010年的時候 菲律賓也是抓到了 我們台灣的詐騙嫌犯 當時菲律賓也直接送到中國去了 我們就一直抗議 一直抗議 後來就送回來台灣 第一個我想請問 送回來台灣之後 這些結果如何 到底有沒有罪 第二個 剛剛瑞德哥特別提到 他說台灣跟菲律賓講好了 以後各司遣返 跟大陸 跟大陸講好 是不是說每次只要這個案子 都會卡到跟中國大陸的問題 孫晨哥 你剛才提到這個有關於 2010年的這個 所謂菲律賓的一個 這樣詐騙集團案的一個發展 他到後來之後 我們在台灣的這個部分 後來是在隔年 就是當時的時候 菲律賓是在2010年的時候 就查獲這樣子的一個機訪 包括還有這個所謂的轉帳中心 都是詐騙嗎 對 詐騙 總計14個人 當時就是這樣子 就是到了2011年的時候 2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就被遣返到了 那個中國大陸去 後來經過交涉之後 是在7個月之後 大概差不多7個月之後的話 他們就再送回到台灣這邊來了 這些人他分別都是被判處了 一年多了這樣子的一個 會來台灣被判有罪的 對 有些的話是屬於叫做罰款 有些拘捕這樣子 不管今天他是要閃避 反正都是有判罪 願意罪一罰的累積下來 現在問題就是 你剛剛提到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菲律賓會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在菲律賓那次的案件 包括像剛剛我們瑞琳兄 剛剛講的節目在這個情況 有些案子的話 他本身來講的話 他是由所謂的 由台灣這邊或是由大陸那一邊的 這個警方去告知當地的政府 請求當地的一個警方的話 共同協助打擊犯罪 當然在前補財那個部分的話 當時是的確有這麼一個說法 但是後來之後 中間有一個東西叫做個案處理 就是所謂專案處理 怎麼樣個案處理 所以專案處理就是說 每一個案子不同的狀態之下 他會有不同的先協商模式 所以菲律賓是個案 菲律賓那個是擦槍走火 所以才會導致後面的這個情況 就是大家有沒有 對於各自的一個這樣子 抓到不同國籍的這樣子的一個人 然後來做一個分別的處置遣返作業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那一次菲律賓的那個情況 他主要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當時的大陸北京當局 他們後來發育到他們很多的高官 然後就有家屬 然後就被詐騙 這些詐騙 而且其中有兩件最大的 一件是一個姓喬的一個富商 他被詐騙了大概1200萬人民幣 這樣子的一個金額 另外一個在雲南姓街的 叫做一個女老闆 那時候也被詐騙了2300萬 這樣子人民幣的這樣金額 對 重點是這個集團 他總計當時就詐騙了多少 超過2億人民幣 2億人民幣 這麼會削 很多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後來之後 北京當局就覺得震怒 他想這一批人很可惡 去查在哪裡 後來他說發現到是在菲律賓那邊 就整個機房也在菲律賓那邊 所以是跟菲律賓的警方這邊 來做合作 然後之後把這一群人有沒有 有抓過來 當時的時候 曾經也跟台灣這邊有 稍微聯繫過一下 但是比較遺憾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後來菲律賓 在整個的司法程序 還沒有進行的時候 就把這一批人就遣返 14個人就遣返到了 到了中國大陸 全部丟給中國處理 我要前面再強調就是 菲律賓這個司法當局 還沒有進入所謂的司法程序 就是還未經審判狀態之下的話 然後就把他給送到了 就把這批台灣人 就送到他中國大陸去 這個部分上來講的話 菲律賓的政府 有點感覺起來像是 自己先放棄自己的 所謂的領域原則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也就是說 他自己放棄他的司法管轄 主權給別人了 不能講主權 你這樣以後去菲律賓會有問題 我跟你講 他就放棄了他所謂司法管轄的 這樣子的一個權力 然後把這樣子的東西 移到那邊去 移到那邊去的時候 這個部分上來講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台灣這邊認為就是說 這個是中華民國國籍的人 他犯了罪的話 你經過那邊處理 如果你認為沒有罪 或怎麼樣的話 你要把他送回來這邊 你怎麼會是送到 大陸那邊去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的確有很多次的一個抗議 抗議之後再經過 雙方的一個協商模式 然後終於把這樣子的一個 就台灣人再弄回來 這次的情況是什麼 這次是由 中國方面也是北京當局 然後去跟肯亞的政府 就講說 我跟你講 我們也發揮了好幾起的 詐騙的案件 都機房是來自於肯亞這個地方 照理講說 等於是中國給我們穿小鞋了 中國給我們穿小鞋的意思 我不太懂什麼意思 就是他故意在這個案子當中 不給我們台灣面子好好處理 不是 他是發現到他們的案件 然後他們這邊有詐騙案件的時候 然後要求肯亞政府協助來辦 來處理這個事情 共同來打擊犯罪 所以那個時候 就抓了這一批台灣人 然後肯亞的一個這樣子的法院 就是到最後的時候是判無罪 判了無罪之後 因為之前有第一次的羈押 在第二次的時候 這一次的時候 就判了無罪之後沒多久 肯亞警方再把這批人 再強行羈押 再強行羈押的一個狀態之下 再有所謂的 中國的外交單位的人 然後派人 然後把他們這樣子 用強制的方式 然後遣返到了中國大陸去 這個部分的方面 有一個部分是屬於技術性的問題 什麼叫技術性問題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我覺得肯亞政府 我們先不要講有罪無罪的問題 肯亞的法院 他會用無罪的方式 來做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其實是個假動作 為什麼 因為他完成了他的司法程序 他完成了他的司法程序 他可能真的沒有任何證據 他反正就是無罪 但有可能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他有政治考量 他政治考量是什麼 就是大陸我要人 要人的情況之下的話 但我如果說今天判他們有罪 不得了 你必須在台灣要執行 但是肯亞要執行 在肯亞執行的話 我沒有辦法去執行的話 就沒辦法對大陸這邊 有所謂的交代 對 所以我都做了一個 所謂的無罪的 這樣的一個宣判動作 比較好處理 我結束了我的司法 司法的權力行使 盡快配合大陸去了 對 然後這個部分 等於有點形同 像是被驅逐出境的模式有沒有 然後交給了大陸這邊的人 然後把他給帶到那邊去 我覺得這個目前是我個人去 研判的一個發展 是可能性比較高的 我也要跟很多的一些台灣人 你今天到大陸去 你今天在全球各地 你要去做一些 這個什麼詐騙的時候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什麼問題 台灣這邊的話 有的話我們就5年 以5年 這些平均大概以5年 為一個基準點這樣 在大陸的話 他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為什麼嚴重 你只要是超過2000 你只要詐欺所得有沒有 2000塊錢以下的話 你就有可能會3年 你的意思就是說 回來台灣其實頂多5年 留在大陸變無期徒刑 有3年 但沒有想去 然後有3萬人民幣以上的話 那個不得了 那可能是5年了 另外的話 如果說你今天有超過20萬 人民幣的話 你可能就是10年跟無期徒刑 有這麼嚴重 這個問題其實在全球來講 台灣跟大陸其實都有這個 詐騙集團 都已經到惡名昭彰的那個程度 而且另外真的是已經到了 讓你令人罰子 為什麼 因為以大陸來講的話 為什麼大陸他們會 會這麼樣的重視他們 所謂詐欺騙集團的 這樣的一個存在 是因為以前的時候 就曾經有發生過一個情況 就是一個河南的 一個姓熊的一個老伯伯 他當時就是為了他 供養他兒子念大學 所以他就跟人家借了1萬塊錢 人民幣 所以沒想到之後 剛接到沒多久之後 後來就接了詐欺騙集團電話 跟他講什麼 他說我跟你講 你這個帳戶有不正常的進出 我懷疑你肯定有點洗錢了 你現在目前的話 我沒有要證明你的清白 你就把你現在目前帳戶裡面的錢 移到了我現在一個指定帳戶去 全部給也是 那個伯伯又搞不清楚 到底怎麼回事 他很害怕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陸的官方的確滿兇患的 他想好 那就把他錢就移過去 移過去就沒有了 連他自己本身的積蓄 還包括他跟人家借了1萬塊錢人民幣的 公文人家面書 全被人家騙走 騙走之後 他後來之後就有什麼辦法 就是居然有沒有 就在銀行前面 大門口選擇上吊致敬 他人生覺得沒有希望 你不覺得這個詐騙集團 真的很可惡嗎 太可惡了 對 除了他之外 在台灣也發生過一個情況 也在南投 南投的話 我們有一個老婦人也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是921的一個受災戶 他跟他老公都是這樣 後來之後 他們以公代證的方式有沒有 然後就辛辛苦苦 就把一些那種能夠 修復家園的錢能夠存下來這樣 結果後來之後也是因為 因為這個樣子 然後就碰到詐騙集團 碰到詐騙集團之後 把他全部的錢 其實錢不多 也不過才幾十萬而已 就把他全部就騙走了 騙走之後他後來之後也想不開 後來他就喝農藥有沒有 就致敬 也是這樣方式 也是這種方式 以死有沒有 然後來做一個這樣子 無言的抗議這樣 我是覺得 在這種所謂詐騙集團 在台灣的部分 真的是真的有過輕 我覺得這個時候是應該 我們要去面對 然後去修法這種情況 另外的話就是 針對像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台灣可以啟動 很多不同的機制 跟大陸的官方去做一次溝通 為什麼 因為你一再去搞這樣一個事情 其實對台灣人來講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 你真的是給我們打臉 打得實在還沒有面子 而且另外一點的話就是 你可口聲聲跟我講說 兩岸人民的關係 兩岸人民的感情有沒有 是這樣子 這麼樣子的一個麻吉 可是你做出來的一個行為 是這個樣子 其實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會對你產生更多的質疑